好 大家好 今天是9月6日 回到明明報報 常埋伸擊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看看美匯指數 我們看到美匯指數反覆做好 一路都做好 雖然美國息口會有機會見頂 但我覺得是因為避險的因素 股市偏遠 而令到美匯指數持續做好 暫時來說 你看到昨天再進一步推高 美匯指數做到104.8半 現在正在104.62 基本上回到差不多3月份的位置 今年在3月份最高做105.87 看走勢上下一個阻力位 多數都會是105.87 暫時來說 就算回了的話 美金在7月份一路反覆做好 暫時來說 就不可以說美金會回頭 仍然保持一個強勁的走勢 至於多拉英 它跟過美金一模一樣 它在7月份曾經下過137.24 在7月14日 接著它就慢慢做好 做回去最高 在昨天最高147.82 我們看看全年 你基本上今年最高 今年最高就是現在 美金對它來說 去年最高是151.96 技術面上 仍然維持著 它還未改變 仍然維持著 美金強勢 日元弱勢 這些走勢 後市 我相信 暫時來說 除非它出現一個 很顯著的改變 或者出現一些 逆轉 我們才會有機會 沽美金買日元 否則的話 暫時來說 整個趨勢上 都是繼續 日元偏淡 所以 如果你要做的話 都是傾向 買美元 沽日元 暫時來說 還未是一個時候 可以買入日元 或者這樣說 你不需要太心急去 換日元 如果你有需要 用日元的話 現在仍然都是 美金強 日元跌 看看它 會不會有機會 如果那個 美金會有機會 上回105 的話 其實多拉英 會有機會再去148 甚至150 這些水平 所以大家暫時來說 你說要唱日元 要換日元 除非你急著用 否則的話 暫時不需要太過心急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麼多 有問題就留言給我 拜拜